简易版寿司的做法 一直很喜欢吃寿司 一天我的同事小文子说要吃寿司 说外面卖的又贵又不好吃 一下子又饧料我肚子里的蝉虫 所以就决定自己做料这款简易寿司 在网上搜料很多单子 很多都要加一些在我们这座小城市难买到的东 所以就自创料这款寿司 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还蛮好吃的 双引号 糯米250克 黄瓜一根 胡萝卜一根 火腿肠一根 鸡蛋两个 海苔一带 盐适量 一糯米皮前淘干净 泡在水里8小时再适量放点盐 然后放在蒸屁上蒸30分钟即可 晾凉备用 二鸡蛋摊成鸡蛋皮切成条状 黄瓜 胡萝卜 火腿肠切成条状备用 接下来就可做寿司料 三摊开寿司卷帘 去一张海苔摊在竹帘上 四海苔上铺上糯米 占据海苔的一半 再在糯米上一次排上鸡蛋皮 黄瓜 胡萝卜和 火腿长 五顺着剑连 剑起寿司连 剑紧到食材好切 六一整根寿司就好料 七用刀四厘米长切一段 平放一块寿司就好啦 八看看我做的寿司 口水淌出来料吧 小窍门切寿司的刀一定要快 才容易切 对 对